古惑仔系列相信是不少朋友的少年回忆 而陈浩南山姬主角团队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 兄弟情能否经历岁月的洗礼 电影里没有交代 而漫画古惑仔里面是有结局的 土豪今天就在大家看看古惑仔中主要人物的结局 我们顺着主角陈浩南的视角来看 首先背叛他的是电影里沉默忠诚的小弟 潮皮 你误会陈浩南报警出卖自己 潮皮转投其他帮派 并且告知了仇家陈浩南女友小结巴的住址 导致小结巴处自己外全家领和饭 陈浩南找到潮皮小之以理动之以武之时 潮皮让路过的大货车物理碾压了 成了陈浩南第一个领和饭的兄弟 那电影里看着憨厚的包皮会一直忠于陈浩南吗 后来发现包皮经得住考验完全是因为没人考验他 包皮中了美人计爱上了佳佳 出卖了红星的兄弟 明知被套路还帮佳佳扛上了干掉肥吃的罪名 被判入狱 美人计是可以将计就计 再就计 再再就计 反复就计 但你这就得也太彻底了 佳佳承诺包皮出狱与他结婚 那必须是人放的屁 好像说话一样 所以说舔狗舔狗一无所有是根骨不变的 包皮在狱中本想着有大哥陈浩南照应 可他不知道大哥陈浩南的良苦用心 陈浩南想让包皮改邪归正脱离自己 你在小弟什么橙色自己没点数吗 他只能盖鞋归鞋 狱中的包皮以为陈浩南抛弃了自己 于是自力更生 脸成了魔鬼肌肉人 加入了红星分部 出以后与陈浩南对抗 但最终实力不计落败 前往美国执行分部任务时 被敌人用美国传统武术给干掉了 那我们不尽好奇陈浩南最好的兄弟山姬怎么样了 电影里山姬说过 我是不是红星人不重要 长花奶你永远是我大哥 而漫画里这句应该是 我不是红星人 长花奶你不重要 我永远是大哥 漫画里山姬也做到了为兄弟两肋插刀 只是这刀是插在兄弟两肋上 和电影一样 山姬在爱人丁瑶的帮助下成为了毒蛇帮的帮主 和电影里不一样的是丁瑶没有被山姬干掉 他一直辅佐山姬 甚至可以说是幕后引导山姬 丁瑶不仅没有领盒饭 反而成了少数活到最后的人物 山姬当了帮主 认为自己已经变了 可以和蒋天生平起平坐 但是只是铜锣湾大哥的陈浩南却总是觉得 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你大哥永远是你大哥 两人之间 红星和毒蛇帮之间逐渐产生嫌惜 随后陈浩南也在蒋天生的扶持下 当上了红星的大哥 而蒋天生顺利洗白跑到海外远程操作 开始陈浩南也将红星经营的有声有色 但是他飘了开始玩股票了 俗话说陈归陈土归土 血汗钱归炒股 开始的时候赚了不少 陈浩南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我打了一辈子上就不能享受享受吗 进出的座驾也都换成了不塞车的 都是Benz 都是Rose Royce 喝酸奶也都奢侈到不舔盖了 网购也不比价了 有钱也不能乱花呀 省钱的门道 陈浩南完全不懂 更不懂股票 误以为自己能玩赚股市 崩盘了他以为是技术性调整 那真是别人恐惧 我贪婪 别人赔钱 我破产 瞬间亏了一亿有余 他哪知道自己早已被冬鹰大哥大东 和山鸡联手算计了 而此时的陈浩南不仅赔钱 还染上了毒液 得知情况的蒋天生将陈浩南撤职 陈浩南也终日在街头乱话 浩南哥已经变成街晃子 山鸡却偏要当头再给一棒子 山鸡要和东鹰大东结盟 一举高垮红星 浩南决定以一己之力 破坏山鸡和大东两千人的结盟仪式 零星钱他来到爱奇小结巴的墓前 表示很快你就不孤单了 我陈浩南送几个兄弟下去陪你 至于陈浩南和小结巴的感情史 那又是一段非常狗血的故事 有兴趣的大家点个赞 我以后再讲 陈浩南只身来到结盟仪式 但是他的好友大飞大天二太子等七人赶来助阵 最终仅有浩南和大飞残血侥幸生还 等于是山鸡干掉了大天二和太子等人 陈浩南今次一夜隐居老窝 红星一蹶不振 而寒冰临危受命接受红星 山鸡最终也被寒冰安排的杀手 从天台扔下干掉了 山鸡最终没有变凤凰 顶多当了高配凤凰男 多年后陈浩南又回到红星 寒冰退位陈浩南二次接任红星大哥 但是最终以60岁的高龄还活跃于街斗一线 最终重伤再次跑路老窝退隐江湖 寒冰不做大哥后和十三妹隐居北美 算是蛊惑仔终少数善终的情侣 最终陈浩南兄弟中只有大飞一人残存到了结局 所以还是那句话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运气好的上警车 运气不好上灵车 黑道是条不归路 就如电影中陈浩南说的 走错一步 永远会不要逃 大家还是要做尊纪守法的好公民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